阿芳 長期心的愛 春天荒 無請你相待 有 無時 寸 沒帶你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有人說要建台灣國 他的台灣國是哪個國 中華民國是哪個國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說有帶一個國字就代表是國家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然後第二個變是變化的變 就是這個國家的觀念其實是千變萬化的 尤其是世界上國家組成的形態也是千變萬化 國家基本上他的英文有三個字 可是漢字或是中文都翻成國家 其實是很不好的 代表中文它有很多缺陷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那這個第三個變是分辨 就是說我們至少要了解說 世界上有哪些基本上 基本國家的組成型態 還有國家的概念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我們才能分辨說 哪種是我們所想要的國家 否則你整天聽人家說 我們要建國 或是台灣已經建國了 真的嗎 你只是在做夢而已 你會發現你只是在做夢而已 有沒有人知道這幅畫 有人知道這幅畫的 知道了可以請舉個手 那不知道的話我大概提一下 就是為什麼用這幅圖 當我這個題目的封面呢 因為這幅圖是這個 17世紀165幾年 好像1651年吧 165幾年 17世紀的時候這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書叫做 利維坦 然後中文翻 就是翻成距靈論 如果你上過什麼 世界文化史的話 多半會提到這一本書 因為它是現代這個政治學的源頭 因為它其實就是在講 軍權神獸 這個概念怎麼轉移到 現代的社會契約 也就是現代國家的起源 所以這一般人都以為 現代國家的起源來自盧梭 社會契約論是來自盧梭 其實是來自霍布斯 霍布斯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利維坦這本書的作者 而這幅畫就是利維坦那本書的封面 他會選這幅畫當他的封面 當然有它很深刻的意義 如果你了解這幅畫的話 你就大概了解什麼是社會契約論 你也大概了解什麼是國家的起源 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以及人民為什麼需要國家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稍微解釋一下這幅畫 那這有一句話很有意思就是說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可與之相比 這是取自《舊約約伯記》第41章24節 它是上面這句很小 因為很小所以我這邊把它打出來 它是拉丁文 那你可以去網路上Google這句話 查這個《舊約約伯記》裡面講這句話 它在講什麼 其實它有一個很深刻的哲學的審思在裡面 有關於什麼叫做主權 然後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從一個實事觀察講起 就是說有一則新聞是這樣的 台灣今年首次出席國際民間組織會議 就是ICO大會 要感謝北京 ICO理事會主席科貝今天對台灣媒體表示 他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去邀請台灣 所以決定邀台灣做他的來賓 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會在這裡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看到這個新聞的片段 你是什麼感想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 因為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才能去這個ICO 這個國際民間組織大會 是不是意味著 中國對台灣有某種管轄權 對不對 你會有這種錯覺嘛 姑且對或不對 他這麼寫的話 你就會有這種錯覺 所以第一個 好你就問 我就會問說 那中國跟台灣什麼關係 保護關係 宗族關係 附屬關係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關係 但是它都意味著某一種管轄權 為什麼要寫這種關係 這三種關係 就是說 世界上的國家 從以前發展到現在 至少包含這三種關係 如果你連這三種關係 你都不清楚的話 其實你有很多國家 你都不清楚 那個國家的組成心態 比如說 比如說以前西藏 跟大清帝國的關係 是哪一種關係 比如說 以前的那個 朝鮮 也就是 李氏王朝那個帝國 跟大日本帝國 是哪一種關係 比如說 滿洲國跟中國 是哪一種關係 如果你連這三種關係 你都不清楚的話 那你就是全部都把它當成一樣的 那你 其實你就是會 不知道這個 惡魔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面 好 我大概提一下 那事實上 結論當然不是 台灣跟中國根本就沒有 中國完全沒有對台灣的管轄權 它沒有 完全不是這三種關係 但是中國為什麼這麼做 美國又做了什麼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仔細去看的 這則新聞的背後 那我的順序是這樣 一開始呢 簡介這則新聞 再來 就是你要關注的 從這則新聞裡面 你要關注的那個Mega 那個重點在 你要注意它的出席身份跟原有 再來我們就是看它 那IQO的規章是怎麼寫的 然後我們就探討說 它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引危機解密 來看這個真相的一環 這則新聞是這樣的 在今年的9月23號的自由時報 這個民航局長神奇 率團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年會 這也是我國離開聯合國的首次 再回到IQO 我國離開聯合國對不對 覺得對的請舉手 不對的請舉手 大家都已經很聰明 那 首先問一個最簡單問題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 那它是什麼 一個國際組織 對 大家都蠻有概念的 它是一個國際組織 它不是國家 它只是 這個國際組織的每一個成員 都是主權 都是國家 是這樣子而已 就像社團法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社團 世界上最大的社團 每一個社團成員都是國家 但是這個社團並不是一個國家 那它寫我國就是最大的錯 因為 中華民國 大家就要問這個我國代表的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我們先不要去問這問題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台灣是不是國家 不是 我們大家現在這個程度越來越好了 很好 那 所以 我就不用在這邊多廢文章了 所以這個就是記者寫錯大家都知道 那 這裡寫說 台灣退出聯合國42年後 今年首度與特邀貴賓要受邀參加 台灣退出聯合國對不對 大家都很聰明 那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退出的 覺得是中國退出聯合國的請舉手 中華民國不是中華 覺得中華民國退出的請舉手 好 這就是 很多人會 我等一下會仔細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 反正大家知道這句話一定不對的 因為台灣從來就沒加入 哪來的退出嘛對不對 OK 那 今年以特邀貴賓 那又跑出一個東華台北 那這中華台北當然就跟 什麼是中華民國是有關的嘛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再仔細來講 什麼是中華台北什麼是中華民國 那繼續看 他說代表人出發以特邀貴賓身份與會 其實我們也可以等一下就看到 其實不是特邀貴賓 他只是來賓 所以這裡記者也是在說 也是沒有查證 再來他說 民進黨立委管閉林拿出這個 ICO發給民航局的邀請函指出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台灣 對照世界衛生組織發給 中華台北衛生署的世衛大會邀請函 台灣國際地位人造的矮化 他這樣講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種角度 我舉一種角度 比如說你可以站在什麼角度 你站在民進黨的角度 民進黨是什麼角度 民進黨的角度就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然後站在民進黨 所以管閉林稱是民進黨的 那你在他的角度他就說 喔 所以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他說 遭到矮 遭到矮化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認為中國台北跟中華台北 是不一樣的 你懂我意思嗎 他認為 中華台北就是台灣 中華台北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他把這三個 民進黨把這三個當作是完全相等 然後呢 他不能接受中國台北 因為他覺得 中國台北跟中華台北 是不一樣的 OK 這就是民進黨他們的思考模式 OK OK 反正我們等一下來 這個就是一團爛杖 等一下我們仔細來看看 這個所謂中華民國這頭爛杖 到底是什麼 我會稍微花一點時間去講這個 反正就是你看 站在管閉你的立場 他就是這樣想的啦 那如果你站在我們一個 比較客觀的一個 本土台灣人的立場 當然就是胡說八道啊 誰說什麼 怎麼會中華台北跟中國台北 是不一樣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 然後呢 所以神起回應 這個 特要貴賓與觀察員 全線相當 一樣都無法發言 這句話也是民航 這個民航軍長在胡說八道 我可能沒有時間去舉那個 艾口的規章 但是 艾口規章是怎麼寫的 他說 艾口規章根本沒有去講 什麼叫做來賓 來賓沒有什麼權限 來賓就是 發邀請函給你 你才能與會 然後 觀察員是什麼 觀察員的確在那個 艾口的規章裡面是有提到他的規範 觀察員是沒有投票權 但是他在公開的會議上 他是有審議權 他可以參加議案的討論 但是這個 來賓是一點權力都沒有 你只是坐在旁邊 最後面旁聽而已 所以這個 民航局長這樣講話 也是在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他說這個 你看喔 以往未加入艾口時 最新措施都是由鄰國告知 一個 一個所謂國家的民航局局長 他的 對自己的領空 的最新措施規範都是由鄰國告知 他有領空的管轄權嗎 好我們繼續看 艾口近年在中央山脈規劃一條航道 台灣是最後才知道 其他包括航路高度 及方向管制等 重要非常細節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 非常危險 國際民航組織在台灣的中央山脈 規劃一條航道 台灣的管理當局是最後才知道 他有管轄權嗎 他自己就承認他沒有管轄權了嘛 他的管轄權是假的嘛 Gay嘛 對不對 我們不用學高深的國際法 他就已經不小心吐真言了 OK 我們繼續看 這就是這個神奇 你看 Chinese Taipei CAA CAA就是民航局啦 就是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Gast 他不是special guest 所以他只是來賓嘛 他不是特別來賓嘛 我們來看一下出席身份與原由 1944年的時候 52個國家 這個國是什麼國 你要想他的英文是用哪個字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這個是在芝加哥簽訂的 所以叫做芝加哥公約 ROC也就是中華民國 是創始會員之一 在三年後 也就是1947年4月4日公約生效 國際民航組織成立 然後於1951年退出 1953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 空中航行會議的時候 地區的空中航行會議的時候 中華民國 應這個國際民航組織邀請 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然後呢 該次通過議案 承認台灣為 國際間的空中飛行管制中心之一 同年7月 這個iCO又通過 中華民國政府重新加入 你看到這一段 你有沒有覺得很有意思 他本來是創始會員 然後呢 他在1950年的時候退出 然後呢 也就是說他沒有會員身份了 然後呢 他在1953年的時候呢 被邀請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觀察員就是比會員更低啊 不是會員 但是是可以 就是我剛剛講的 然後呢 又 又隔一陣子才 又重新加入 你不覺得很有意思嗎 如果你 如果你懂這背後 到底在講什麼的話 你大概 你對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就及格了 這背後有構思啦 很深色 我們等一下再來 我們現在大概 大概講一下 這個是什麼 我的看法是什麼 也就是說 1951年發生什麼事情 1951年發生很多重要事情 比如說 1951年的2月 聯合國通過一個 一個決議就是說 譴責中國人民解放軍 但是他們是志願軍啦 侵犯朝鮮 侵略朝鮮 也就是因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 他們說志願軍 侵略朝鮮 所以 所謂的開羅宣言 或開羅新聞公報 他沒有 他沒有 他 就是說 盟軍不用旅行 因為開羅宣言 或者是開羅新聞公報 他雖然是政治的意象書 他不是條約 他也不是法律的宣言 宣言有分政治性的宣言 跟法律性的宣言 法律性的宣言 法律性的宣言是有約束力的 政治性的宣言是沒有約束力的 他 開羅宣言或開羅新聞公報 他都不是法律性的宣言 但是他是政治的意象書 就是說我今天說要跟你買這個東西 我可不可以明天不跟你買 可以啊 我只要還沒簽 契約之前 我都可以反悔嘛 所以 開羅宣言跟開羅新聞公報 是可以反悔的 但是只是說 因為他們是 那個各國 那個三個國家 再加上後來這個 三個國家的領袖同意的 所以 他們還是有一個道德的約束力在 政治上的約束力 不是法律的約束力 但是因為 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侵略朝鮮 所以這個 違反這個大西洋憲章 所以盟軍就可以不用履行那個道德的義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1951年的9月 1951年的9月8號 簽署舊金商和平條約 這是大家今天如果來這邊 最重要一定要去看 要去了解 舊金商和平條約 到底對台灣人發生什麼的重大的影響 舊金商和平條約是在1951年的9月8號簽約 1952年的4月28號生效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為什麼在那年退出 絕對跟那個有關 因為在舊金商和平條約裡面 有關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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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杨茜茜 在那個時候中央民國這個人他有兩張名片 一張名片的頭銜是中國的代表政府 另外一張名片的頭銜是台灣的佔領者 但是他並沒有因為合約而得到台灣這塊土地的話 那怎麼辦?沒有關係 當初德國被佔領的時候 比如說他叫分區佔領美國、法國、英國、蘇聯 他們叫分區佔領四塊地方的時候 比如說美國好了 一開始美國除了是去參加ICOL的時候 除了代表他自己以外 也代表他在德國那塊佔領區 他佔領這個地方他就會建立一個當局去管理 所以佔領者去參加這個國際民間組織的時候 除了代表他自己國家以外 也代表那個地區 所以等於說他也是兩張名片 對他有兩個身份 那後來這個像德國佔領的時候 他有組成一個聯合的佔領軍政府 尤其是像美國、英國 法國比較沒聲音 他們有一個聯合的佔領軍政府的時候 他那個當局的身份就會合一這樣子 OK 那所以 照理說中華民國在那個時候他有兩張名片 所以他照理說他也可以用這兩張名片 他去參加ICOL的時候說我是代表中國 我也代表我佔領了台灣 對不對 他也可以這樣嘛 可是為什麼沒有這樣 他為什麼要退出 很簡單 因為除了 因為軍戰和平的條約裡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條 就是第23條A 就是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美國是什麼的主要佔領權 OK 美國是 對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對大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好 那什麼是主要佔領權 佔領是什麼意思 我大概沒有時間細講這東西 但我可以簡單跟各位提一下 佔領是 佔領的話他一定會建立一個軍事當局 佔領一定會建立一個軍事當局 所以究竟戰和平的條約第四條說 他承認 就是說 承認 美國軍事政府對 第二條的 處分的有效性 那第二條就包含台灣喔 因為 他說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odolska 就是 日本放棄 對台灣澎湖的權力 權援請求權 這是在第二條B 所以也就是說 第四條是在講說 日本承認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對 第二條的 跟第三 就是 對那些 某些地區的有效 處分的有效性 OK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把問題 轉到一個問題了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建立軍事政府 絕對有 不是說眼睛有沒有看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是你沒有去想而已 當然有 只是說什麼時候開始 OK 最晚什麼時候開始 最晚 我不要講最早 最早有人說是 盟軍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最晚什麼時候開始 杜魯門宣布台海中立化 他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的時候 他就用事實證明 他要控制台海 那就是一個佔領了 那就是佔領了 然後 他其實到後來1996年 台海危機 他都一直派第七艦隊來 他一直用行動來證明 他是這裡的佔領者 只是台灣人看不懂 這樣你們就了解了 所以 中華民國為什麼要退出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所以這是美國的意思 也就是說美國 他知道這個中華民國 可能有一天會收掉 懂我意思嗎 中國那兩張名片 對不對 一個是 好我們等一下會細講 其實是三個頭銜 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他遲早會收掉 那收掉的話 這個頭銜跟名片都會被影響掉 都會影響 都會影響 那影響怎麼辦 美國第一個 他要保持他佔領的利益 第二個 他會預做準備 所以他不想要把事情搞亂的情況下 他叫中華民國先退出 然後呢 所以通過台灣 承認台灣封空飛行管制中心的時候 是在1953年以後 也就是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1952年4月28號 就像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還發生一件事情 還發生兩件事情 美日安保條約同時生效 第二件事情是 在他們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日華合約簽訂 美國去主導日本跟中華民國簽訂台北合約 也就是日本講的日華合約 結束中國跟日本的戰爭狀態 其實他的背後的意涵是說 讓日本承認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管理當局 所以也就是在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8月5號 1952年的8月5號 日華合約生效 也就是台北合約生效的時候 中華民國正式成為台灣的治理當局 懂我意思吧 所以 所以他就可以真正的 代表台灣以棺材人身份與惠 然後又不會跟他的中國 中國的代表政府那個身份搞混 這樣大家不知道清楚 如果你不清楚 是會有點混亂 OK 然後1971年10月的時候 中華民國退出ICO 其實就是因為 蔣介在2758號決議完 10月25日的時候 聯合國2758號決議完說 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席位驅逐出去 所以 好 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中國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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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是蔣介石的代表 所以你要區分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政府 什麼是政權 國家 政府 政權是完全三個不一樣的東西 你把它混為一談 你就覺得 到底是中國還是中華民國 比如問大家一個問題 以前教育都告訴我們 1979年的1月1號 中美斷交 現在新聞可能偷偷改了 叫做 台美斷交 請問 那個時候不是說 1979年1月1號 中美斷交嗎 可是那時候 後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代表中國了 那不是 那就變成 1979年1月1號的時候 中美斷交 然後又中美建交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新聞媒體 他就把這些概念 全部混在一起 就是說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又是中國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的時候 就等於 中國跟美國斷交 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美國建交的時候 又等於中國跟美國建交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矛盾嗎 這就是政府跟國家 沒有分清楚的原因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中華民國這個DNA是什麼 簡單看一下 這Digression 我們來插題一下 什麼是中華民國 簡單講一下 因為他實在是一團爛杖 我沒有 其實還可以列得更細 我只大概列一下 絕對還比這個細 中華民國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不要看上面 我已經寫了 不要看 中華民國生日幾月幾號 覺得是 覺得是10月10號的請舉手 我們每年不是都會說 10月10號是光輝嗎 光輝的什麼 國慶日對不對 10月10號是什麼日子 不是 他是怎麼來的 對 辛亥起義 不要講革命 講革命好像他有一種正當性 辛亥起義 就比較公正一點 辛亥事件 辛亥事件 辛亥事件是 10月10號 那一天 1911年10月10號那一天 辛亥事件發生之後 他就誕生了嗎 不是啊 那為什麼說中華民國那天 是他的國慶 都在騙人 都在騙人 為什麼這裡我寫 1912年的2月12號 有誰知道 大家都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有沒有人 每年在過國慶的時候都不會懷疑說 他國慶為什麼是10月10號 為什麼我寫2月12 1912年的2月12號 很接近的 答案是這樣子的 那一天 溥儀宣布退位 他頒布退位照書 也就是說 1912年2月12號以前 他還沒有退位喔 那沒有退位你怎麼能說 你怎麼能說 前一年的10月10號 是中華民國的國慶 是他的生日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根本都還沒南北義和 好 所以第一個 所以 好這就來了 這是國家 支那國 或叫中國 China 它其實在以前 好 問題是 這裡有第一個問題是 大清帝國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但我不想解釋太詳細 因為很累 你們會回去想一下 大清國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其實還不是那麼三言兩句可以講清楚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簡單的答案就是 他只是一個政府繼承而不是一個國家繼承 所以 本來他是要 他本來是要驅除達魯恢復中華 也就是他建國 建一個漢人的國家 但是後來他們有了 他們起了貪念 他們想要繼承大清帝國在 屠博 新疆 蒙古的土地 滿洲的土地 所以他們就說 我不是要建一個新的國家 我是要繼承滿洲政府 所以他們不是建一個新的國家 他們只是換政府 所以換了政府就叫做 中華民國 他的國號 或是說他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政體是一個共和政體 政府叫中華民國 其實是一個北洋 他是北洋政府 政權是袁世凱 在這個階段 然後到1915年的時候 就是紅線帝制 袁世凱稱帝 所以他的名字就換了 他的名字不是一直叫中華民國 在這個時候叫做中華帝國 然後 就叫中華帝國政府 政權是袁世凱 所以 國名字 政體 政府 政權 都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樣大家懂吧 1916年的時候 又叫中華民國 這是第二版的共和 第二版的共和 然後政府也是北洋政府 北洋軍閥那些人的政府 1917年的時候 所謂張勳復辟 張勳軍政府去拱這個溥儀回來 恢復大清國 所以他的名字叫大清 他不是一直叫中華民國喔 我們都被教科書虎了 從一通到來都叫中華民國的 然後他的政體是君主立憲 大清本來到晚年就是君主立憲 然後他的政府是張勳的那個軍政府 1917年7月12號 這是第三版的共和政體 這個還是北洋政府 然後就一堆政權 第四版的共和政府 是1924年 10月24到1926年 這個時候是段祺瑞成立一個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他也想要寫一個憲法 1926年的時候 第五版共和又跑出來了 這時候就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 他們把段祺瑞幹 他們這些民事政府弄掉了 1927年又跑出一個張作霖 東北軍閥 他就管轄那邊 所以他是中華民國軍政府 他自稱大元帥 OK 但這個名字都叫中華民國 可是他的 他的政體跟政府都不一樣喔 名字都一樣喔 就好像同盟會 在中華民國沒有建立以前 同盟會跟中華民國建立後的同盟會 也名字一樣 可是本質完全不一樣 中華民國最喜歡玩這種 國民黨最喜歡玩這種 名字一樣 本質都給你換掉 然後這個1928年的時候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北伐成功啦 蔣介石統一有沒有 所以這時候就是有了國民政府 其實這中間還有很多 比如說國民政府怎麼來的 他之前有廣州的軍政府 孫文成立廣州軍政府 廣州軍政府又變成廣州國民政府 然後又跑出一個武漢國民政府 最後才跑出南京國民政府 這很複雜阿 我只是大概列一下 我跟你講中華民國是一團亂 不懂國家 真的是一團亂 然後這中間 滿洲國 大家知道滿洲國成立 他是共和的 然後後來又成立 又變成君主的 滿洲帝國的時候 溥仪又變君主 然後1945年10月25 所謂的光復節 其實是他們成立在台的佔領軍政府 就是蔣介石元帥 依照這個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那個 叫那個人是誰啊 忘記了 陳怡對不對 叫陳怡來台灣 接受投降 不是接收 是受降 受降 受降 受降會導致佔領 受降會導致佔領 但是 盟軍沒有叫他佔領 你知道這中間的區別吧 受降會導致佔領 可是盟軍並沒有直接在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他佔領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或者是任何一個國家 在那個時候 突然 叫一批軍隊來台灣佔領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麥克阿瑟爽不爽是麥克阿瑟的意思 美國爽不爽是麥克阿瑟的意思 大家可以去細想這個問題 再來這個 中華民國 這就是他所謂的行線 就是在 在這個 停戰後 二次大戰停戰後 也是國民政府 好有趣的來了 1949年12月5號是什麼日子 李中仁開始流亡 他先飛到香港再飛到美國 OK 因為李中仁那時候是正式的代總統 他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 所以這個 所以這時候中華民國有沒有政府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李中仁沒有建立流亡政府 在那個時候 李中仁他跑到美國去 他是自己跑去的 他沒有 他是去 他真的是難民 所以他沒有建立流亡政府 但是蔣介石帶了一群 幾十萬到幾百萬的人來台灣 是美國同意下的 美國的機密文件 寫清楚是他同意蔣介石來的 所以 蔣介石來台灣 除了佔領以外 他也是一個流亡政權 所以這個時候他並沒有 中華民國沒有政府 但是他存不存在 他存在 應該是說中國存在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不存在 所以 一直到了1951年8月5號都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1951年8月5 我這裡是不是寫錯 應該是1952年 1952年的8月5號 什麼日子 日華合約 台北合約生效 日華合約台北合約生效的時候代表什麼 代表蔣介石這個政權 對 代表說蔣介石這個政權 因為簽訂了這個合約 而取得了中國代表政府的身份 他本來是一個連政府都不能當的 但是因為簽了日華合約 也就是台北合約 他就得到了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頭銜 他又拿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有兩張名片 三個頭銜 一個是流亡政府 一個是次要佔領軍政府 另外一個是治理當局 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這我寫錯了是1952年 然後第七版的共和就出現了 繼續這第七版的 因為他們所謂行線 然後一直到了1979年1月1號 美國不承認 美國不承認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權 所以美國不承認 他這個次要佔領權 的意思就是說 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已經不能變流亡政府 他只是一個流亡政權 他 他已經不能代表中國 第一個他不能代表中國 第二個他也不是政府 他不能代表中國 他就不能成為佔領權 因為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occupation is the power of a state not authority 所以美國不承認下 他就不能是佔領權 他只能是治理當局 所以這時候他只剩下這兩個頭銜了 一直到現在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OK 我們回 我們這個差題差蠻久的 回來看 所以 美國眾議院於2010年7月 通過266號決議案 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他們美國在前幾年一直有一些動作 決議是什麼意思 決議在美國的國會是沒有約束力的 他就是一個建議 但是他你可以發現他們一直要求 台灣是什麼 台灣當局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ICO 到2012年的時候 在這個聯胡會的時候 胡錦濤跟聯戰講說 他會認真研究台灣當局 以適當方式參與ICO 所以 但這是個政治口水啦 他們 都是什麼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什麼 慢慢看走著瞧 懂吧 慢慢看走著瞧 其實他根本都不想做什麼 他們也沒全力做什麼 但是美國在今年的6月18號 眾議院通過法案第1151號 參議院以20號口頭 一致通過另外一個法案 這兩個法案的內容是一樣的 也都是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ICO 這個法案就不是決議案喔 法案叫B喔 然後在 參議院也通過了這個1151號 在6月27號 那國會通過 也就是眾議院跟參議院都通過這個法案 就叫做ACT 然後歐巴馬總統於7月12號簽署成為法律 就是law law 法律就是對美國的行政單位有約束力的 這跟決議案不一樣 他就是有約束力的 他要求美國國務院推動 在今年的9月 接納台灣當局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ICO 接著中國就忍不住了 中國在之前都不敢講 都沒有講什麼話 因為他不知道美國推動這些法案的時候 是安什麼好心眼 中國看不出來美國在玩什麼把戲 歐巴馬總統一簽署沒多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指出 美國國會有關法案嚴重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和中美三個公報原則 所以我剛剛那樣分析中華民國的DNA之後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這句話對還不對 覺得對的舉手 覺得不對的舉手 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舉手 當然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 我剛剛講了 中華民國其實現在應該叫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現在有兩張名片 這個人有兩張名片 他有兩個頭銜 一個頭銜是台灣當局 台灣治理當局 另一個頭銜叫做流亡政府 那請問 美國通過這個法案 有影響流亡政府嗎 有流亡政權那張名片嗎 沒有嘛 美國並沒有說承認那個流亡政權的頭銜 可以代表中國 對不對 那個才會影響一個中國政策嘛 什麼是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的事實就是說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而一個中國 一個國家也只會有一個合法的代表政府 那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是 美國承認的那個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那並沒有影響 那個 美國那個法案啊 美國這個法案啊 151號啊 他是支持台灣當局啊 他影響的是台灣當局那張名片啊 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 當然這句話是 中國這樣講是不對的 但中國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 他當然是要利用美國這個模糊政策 模糊什麼 模糊那兩張名片嘛 利用這個模糊政策反過來約束美國 或是騙那些不懂的人 那你看這句話 他說外國勢力的介入於事無補 只會讓事情變得複雜化 這代表說 中國很敏感啊 為什麼 他知道美國通過那個法案 那個法律 是在行使對台灣的管轄權 等一下我們會講什麼是管轄權 再來我們看 台灣當局做什麼事情 美國通過法律 要推動台灣以觀察權身份加入這個ICO 然後中國跳出來反對 然後台灣當局做了什麼 台灣當局就是順從美國的安排 所以他也開始推動了 他在今年的8月8號的時候 他的駐歐盟代表 還發專文去推動這些事情 但是到9月的時候就翻牌了 所以到9月的時候就變成 新聞報的就說 ICO理事會主席說 是接到中國政府建議才這樣子 而且是變成來賓而不是觀察員 那美國國務院是說 是透過國際合作達成的 所以 道理真相是什麼 中國反對的理由是 只有非締約國和國際組織 才能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邀請台灣做官員並不合適 你要了解中國說的對不對 反對的有道理沒道理 你必須去查ICO的規章 所以我們就來看ICO的規章 所以我們就來看ICO的規章 這是去年第七版的 ICAO有沒有 ICO的大會 Assembly是大會 ICO的大會的 程序的標準規則 第五條說 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 正式被理事會或大會自己邀請 以參加大會的一個可由觀察員代表的正式會議 也就是而且要遞交這個新症狀 所以 它 這個ICO的大會的規章是說 大會的規章是說 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 由理事會或大會邀請的話 可以成為觀察員 但是他沒有說其他的喔 他沒有說其他的可以或不可以 他只是說這兩個的話 如果被邀請的話可以 OK 所以 中國說對不對 你還不能下判斷 你要去看這個 這是影誌這篇論文 他說 這個就是理事會的程序規則 理事會程序規則是說 國際民行組織的觀察員為 代表一位於理事會佔有席位之締約國 一非締約國一國際組織及其他團體個人 經期國家或組織指定並授權參與理事會 一項或多項決議 不具投票提案或負議之權利 持有被認命之憑證文書 所以這個理事會的規則對觀察員的定義是比較寬鬆的 他除了 那個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以外 他還包含代表 這個位於未戰有席位之締約國跟其他團體 所以這其他團體就包括什麼 包括佔領地的管理當局 因為佔領地的管理當局 既不是締約國也不是非締約國也不是國際組織 懂吧 這個團體的英文叫bodies 身體那個bodies 所以你看他這裡又寫說 空中航行會議指南 1991年公布的這個指南又說 這個觀察員定義也是包含其他團體 然後根據第五屆大會決議 邀請非締約國際公司 國際團體參與未來大會的權利 授予理事會 所以理事會可以決定要不要邀請 所以這個時候就知道中國說的是不對的 中國在豪小 那記者沒有查證 記者跟著中國豪小 記者就是中國的傳聲筒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背後的真相的一環 這是引致台灣危機解密 誰擁有台灣的軍事及領空管轄權 美國在大協會處長楊書蒂 在2017年12月20日 會見這個國安局秘書長陳唐山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的還有聯絡事務處周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張副秘書長等 楊書蒂要求台灣當局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與美方充分協商才能發布任何相關的回應 台灣當局真的有台灣領空的管轄權嗎 沒有嗎 繼續看 楊書蒂要求台灣不可對這議題進行操弄 也必須與美方搓商才能發布任何軍事行動 台灣當局有台灣的軍事管轄權嗎 沒有嘛 為什麼他不是國家 對呀 我講了佔領是國家的權利 他只是一個治理當局的話 他沒有佔領權 他有治理權他沒有佔領權 那軍事是什麼 軍事是佔領嘛 屬於佔領的權利嘛 所以為什麼 現在中華民國說要全面募兵 其實他就是不能有軍隊 第一個 佔領地的人民不能對佔領者效忠嘛 他只是 中華民國這個治理當局 他只是美國這個佔領者的代言人嘛 他怎麼能夠叫台灣人去當他的兵呢 第二個 自從2000年之後 你看所有的 那些船艦 只要離台灣遠一點的 都是叫海巡署 而不叫海軍喔 你有沒有注意 都叫海巡署 請問海巡署是軍隊嗎 大家都清楚嘛 海巡署是什麼 是警察 就像日本的保安廳一樣 他為什麼只能派警察 就一樣嘛 他沒有軍事管轄權嘛 他沒有軍事管轄權 他只能派警察去維護 那個海域的秩序 這樣你就知道 台灣漁民如果在那些海域發生事情的話 跟什麼菲律賓軍艦碰撞 跟什麼 是沒有什麼權利的 中華民國那些海巡署屁都不敢放 他沒有權利啊 都要等美國來救 這個 這個 陳唐山 這個 陳唐山同意會在軍事活動前 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山向楊書蒂保證 陳水扁總統或是國家安全 都不會介入軍事討論 進行到會議尾聲 楊書蒂告訴陳唐山 他已跟那時候的國防部長李天宇 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再來協會保持聯繫 美國再來協會只是一個代表美國的民間組織 假如中華民國或是台灣是一個國家的話 為什麼 他們要聽一個民間組織的話 很簡單嘛 這個民間組織就相當於什麼 就相當於當初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或者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可是他是誰 他代表那個殖民政府的 國家權利 懂吧 這個美國再來協會也是一個民間組織 但是他代表美國這個佔領者的國家權利 所以 這個中國台北中華台北這個管理當局要聽他的話 所以從這個新聞我們就可以反省 什麼是國家什麼是國際組織 聯繫政府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能否代表台灣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能否代表台灣 誰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呼之欲出了 關於這個管轄權呢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網路查一下張鳳強事件 這會牽涉到ADIZ 最近很熱門的叫防空識別區 我們先講到這裡休息一下 謝謝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十分鐘 天賴 愛 愛 愛 中文的悔悟 驚昂春风 春天是君的希望 中文的悔悟 驚昂春风 春天是君的希望 中文的悔悟 驚昂春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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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驚昂春风 中文的悔悟 驚昂春风 中文的悔悟 驚昂春风 中文的悔悔 驚昂春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